哈囉 大家好 這裡是擊倒森林 今天是擊倒森林的早晨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的大來賓雪芙 他在幹嘛呢 跟著我走 嗨 雪芙芙芙 早安 雪芙你在幹嘛啊 煮熱紅酒 哇 一早就煮熱紅酒 對 會不會太早 這是你的露營生活嗎 就是 因為昨天晚上沒喝到 想說那早上來煮一下好了 蠻Chill的 對 那所以你平常是會喜歡露營 然後平常也有在露營嗎 喜歡 然後平常的話就是看有時間 其實差不多 從去年開始到現在 這次算第四次 哇 一年差不多一次到兩次 那你有沒有什麼露營必備的東西 或小美食 紅酒 隨時就拿起來喝一口 對 紅酒 蘋果 哦 對 因為我覺得就是 你工作忙碌下 你可能很少在吃水果 然後反而到露營 大家可能吃的東西都是 可能會帶一堆餅乾 或是泡麵或是什麼的 那我就覺得可以帶水果給大家吃 嗯嗯嗯嗯嗯 那這次來到幾島森林啊 因為其實對於這個環境的保護 跟這個山林的這個議題 我們其實還有一些問題想要考考你 好 不知道你有沒有信心 好 我OK 在這之前呢 我們要先歡迎兩位 雪佛的大葡萄 好的 真的很大喔 你先敬請期待一下 我們歡迎翔董翔太 這一位呢 他是翔董 翔董 他手上有背一個小嬰兒 嗯嗯 然後女生是翔太 嗯 翔太是看親子 對對對 他是媽媽 他們是親子 我來出題囉 就是這三個題目 有沒有信心 OK 第一題呢 登山口渴的時候 我們可以直接喝清澈透明的 吸水嗎 當然不行啊 喔 為什麼不行 因為水 你知道有沒有受到 可能汙染 或者是 有細菌啊 病菌之類的 會拉肚子 喔 看起來是 平常是對這個事情 是有在 小小的策略喔 沒錯 好 答案就是 不行 看似清澈的吸水 可能會受到 動物糞便的污染 還有潛潮的 水之幼蟲 對啊 如果喝到水之幼蟲 它不就在你肚子裡長大 吸血 嗯 已經答對一題了 耶 總共三題嘛 對不對 總共三題 好 答對三題呢 由我們的小禮物 只要你只要答錯一題 就會有懲罰 OK 好 懲罰不會是把紅酒喝完 哈哈 好 第二題呢 海拔每上升100公尺 氣溫會降 涉氏幾度 下降0.6度 哦 對不對 我有背 你是不是有二補 我有二補 你二補 你怎麼說二補 昨天有看屁里克本是不是 太冷了 不是 因為昨天嘛 在阿里山嘛 然後我們要到比較上面的地方 就是溫度就差了 有 差不多 15 5度 有那麼多 這邊的時候差不多十幾 十幾 十一 十二 然後上去有六幾 因為還有加上說我們晚上又比較冷一點 對對對 除了說我們越往山上 然後會下降了度數以外 然後我們其實越冷 天氣越冷也會越低 氣溫越低 好 答對兩題 我覺得這題還蠻難的 最後一題 好 最後一題是什麼 好 請問全球行動電話緊急救難專線是幾號 你要不要猜猜看 猜猜看嗎 這題有看到嗎 因為畢竟如果我們在山上發生什麼事的時候 是非常實用的 來我來看一下情況 沒有你只能這樣看 是幾號 一二 一二對不對 來 翔太 翔董 一二對不對 對的話請點頭 誒對誒 他說對誒 他說對誒 確定一樣 我們相信你囉 一二 好 正確答案就是 一一二 一一二是我們行動電話的緊急救難號碼 在全球各地都有基地台 所以是沒有SIM卡的時候 只要有電力 在信號涵蓋的範圍內都可以 所以沒有卡 對沒錯 但是要有訊號 不管怎麼樣都要去 是它在涵蓋的範圍 但是因為它全球各地都沒有 了解一一二 那恭喜我們學服答對 耶 全部答對耶 但我們的獎品不是喝完 我們是喝熱紅酒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是可以搭配一些小零醉 所以我們今天會送上我們的自然藕鹽 耶 我們會送你五條 讓你在拍戲錄影的過程當中 你嘴饞都可以吃 你昨天已經吃掉幾包 你自己說 我昨天差一點 差差一點 真的才吃完飲料 還好旁邊有人跟我一起share 對就是讓你在 譬如說山上上山 然後跟朋友聊天的時候 然後喝熱紅酒的時候 還有真的很累或者是很餓的時候可以吃一下 補給一下能量 沒錯 好的 那我們等一下就讓你直接帶走 好謝謝 真的喔 真的真的真的 我要帶頭囉 好好好 好的 我非常喜歡露營 那希望喜歡露營的朋友們 要記得要把手邊的垃圾收乾淨 然後要帶走 或者是丟到垃圾桶去 要維持環境的整潔跟愛護她們 還有最重要的是要記得 救援的電話是112 對 謝謝大家 掰掰